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进来 魏总 雾总来了 顾总 你怎么有时间过来了 我来是想要聊聊欧批万的 任总 让林总内幕去聊 叫着江熙一起吧 毕竟我们能坐下来聊欧批万 是她一手促成的 那应该 明雪 叫上江熙 好的 来 郭董 里面 这就是我们产品部 游戏 江熙 你正好走了 走了 后悔我气啊 后悔我气 好好干 走了 走了 江熙姐 再见 江熙 魏总找你 江熙 干什么 魏总让你过去一趟 喂 江熙 顾许去方舟 你卸听顾许呢 好 顾总在哪儿 你去年在国外把普六科技卖掉 我就想啊 你肯定是要回国大展圈角 果不其然被我猜中 顾总 你应该是盘石最年轻的合伙人吧 顾总在我们学校就已经很优秀了 好 魏总给我讲了 进来 魏总 江熙来了 江熙 自己坐 好 明雪 这里没有你的事了 你先出去 记得把门带着 好 江熙 你做事情咱们总是忙忙躁躁的 顾总今天要来我们方舟 你也不提前打个招呼 你弄得我们一点准备都没有 这个不要紧 它也都是为了业务嘛 其实我们这一次 还是做了很多准备的 是啊 那如果盘石加上方舟 那就是强强联手啊 郭总 江熙是我一手培养起来的 又能力非常强 我们产品部 别的优点不敢比 论实干 我们肯定是当仁不让的 我们的技术部 和你们已经对了很多次了 但是对项目的推进 一点作用都没有 我们产品部一出手 立马就把你请到我们这儿来了 嗯 领总 柯道寒暄的事情我真不擅长 这样我这次过来呢 就是想要促成合作的 真怎么不走 没开玩笑吧 你看我像开玩笑的样子嘛 想要P1的话 让江熙来对集合同就可以了 那太好了 我上把董事会走个流程 咱们就可以过合同了 没问题 胡总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你部门这江熙 到底什么来头 既然搬动磐石的过去 亲自上公司谈合作 等一下把总结看下来这么多 林总 你还不知道吧 就这样的业务骨干 差一点离开我们方舟了 为什么 之前爆料冯凯的事 你还记得他 他干的 冯凯性骚扰他太先 他呢就是一时冲动 本来HR那边 是坚决要让他离职的 我觉得江熙这样的员工 有能力得留下来 我顶了很大的压力 不然就没有和磐石的合作 我 有意思 坐吧 跟磐石的合作 对爆起来 就说是我谈成的 我跟顾许是校友 谈成合作也是顺理成章 免得废口说 你觉得呢 合作都谈得差不多了 至于是谁拉来的项目不重要 你跟顾许是怎么认识的 魏总 这好像不太属于 我会帮工作的范畴吧 果然 搞定男人 才是你最擅长的事情 我擅长的事情还有很多 魏总可以慢慢体会一下 你总归在我手底下做事 我们见面的机会还很多 好好干 等我升了VP 少不了你的好处 魏总 总是喜欢把自己的理想 跟员工绑在一起 这不叫绑定 这叫绑架 另外VP的人名 还没有尘埃落地 虽然你有牌是这张牌 但是我才是打牌的人 至于这个牌能不能打出去 打出去之后 会有什么样的效果 都还是未知 您说对吧 你说得对 以后在工作上 有什么不如意的地方 尽管跟我讲 老规矩 我会替你摆平 魏总 您还是自己多加小心得好 我的事不用你担心 我宣布个事啊 从今天起 江喜正式调回产品推广部 升任商务拓展主管 负责磐石等大客户的业务 你让我打个输价 我一定要把他担心 快走 你去吧 我都要去吧 你去吧 我去吧 你去吧 我去吧 你去吧 你去吧 我去吧 你去吧 我去吧 我去吧 谢谢 另外 麻烦你 把我离职的合同还面我 谢谢啊 谢谢啊 林双 你今天是没有看见 那个卫明还有我们办公室 那个视力演迷雪 当众被打脸 我还要忍着不笑 我都快别出内伤了 他们俩的脸都被打烂了吧 他们两个也是个人才 当众表演变脸绝技 那个脸色啊 情语之间无缝切换 简直可以给他们 颁一个奥斯卡奖 林双 谢谢你 我第一次在方舟 挺直了腰杆子 第一次 没有靠妥协 没有靠示弱 谢谢你 做我的底气 不客气 合作达成了 之后就看江经理的表现了 回头请我吃饭吧 那是必须的 说起来我也好奇 你是怎么搞定磐石 怎么搞定顾虚的 我哪有那个本事啊 我现在正打算 就谢谢你的救命恩人啊 先不说了啊 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好巧啊 姑息 我 你来看我爸 好巧啊 林老师拜托我的事情 已经做到了 所以我过来跟林老师说一声 老师跟师母年纪都大了 尤其是林老师 刚从预言出来 又得忙里忙外买菜做饭 又得大人情说好话 以后这种事情 你就直接告诉我 别再麻烦他们了 盘石跟方舟的合作 你怎么能想到 拉林老师出来说情 真亏你想得出来 盘石和方舟 那是国内首屈一指的 两大互联网巨套 他们的合作 怎么可能是我爸 一个退休教师促成的 我虽然当了几年的 家庭主妇 属于业务 但是这点尝识还是有的 这两家 本来就是要合作 就算我爸不出面啊 合作也是早晚的事 你怎么就能笃定 盘石一定会跟方舟合作呢 我大概研究了一下 盘石刚推出的OP1 它目前是亚太本土 最好的技术人数 针对的是头部的B短企业 那除了方舟 还有出价能力的敬锐 他们刚刚花了大价钱 从硅谷请来了算法专家 所以短期内 他们不会成为盘石的客户 那OP1 唯一的买家就只剩下方舟了 之所以还没有谈成合作 无非就是代价而沽 这一个理由吧 判断基本正确 看来你的逻辑能力还在 不过啊 要是没有你出面 那江喜的工作肯定是保不住了 你跟这江喜到底是什么关系 朋友 没有 你这朋友好大的面子 我替他谢谢你 要谢就谢林老师 我是帮他 不是帮你 不是 我怎么看 这江喜也不像是高翻顾雪的样子 那你把它想简单了 这江喜是谁啊 她可是我们方舟出了您的花边新闻女王 这男主角前有馮侃 后有魏总 说不定磐石的那个顾雪 早被拿下了 向茂侯有时候也能成为职场门面担当 而且学历和工作能力都能后期提升呢 好一个技能不拙呀 我觉得你俩刚刚说那个话有点过分了 江喜拉来磐石 年底大家KPI都好看 不领情就算了干嘛嚼神舌根呢 不是 我这开玩笑 你看你干嘛当真 不是 开个玩笑啊 没事 我不介意 他们刚刚说的那些都是胡说八道 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这越是没有本事的人 越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我才不介意呢 我要是介意那些 我早就被气死了 说实话 我是真没想到 你业务能力那么强 上次帮你找工作的事 是我唐突了 我给你道歉 对不起 不过你上次对我也确实有些误解 我 我是喜欢你但 完全没有想占你便宜的意思 我是说 我目前单身 喜欢你是 想对你负责 其实 他们刚才也不算恶意重伤我的 其实我能理解我 你上次为什么反应那么激烈 我也能理解 你说你 气质那么突出 生活中工作中难免 会有一些有心之人想太多 觉得你能轻而易举的 获得你想要的 这些都是很难免的 我理解 其实我并不在意 是 有很多人议论我 有的时候也有很多人传我闲话 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 我为工作付出了多少努力 超越不了固有的阶层 我承认在工作能力上 我确实有很多地方不足 但我就是有一颗逆天改命的心 这种坚持 可能就是我唯一的优势吧 我呢 是想找一个依靠 在这个冰冷的大城市里面 找一个可以给我温暖 替我挡风遮雨的人 你要是有这个资源 我也很愿意造你这条街景 可惜 不是 魏总 恭喜啊 拿下盘氏的O P1 切切实实为我们捡了负啊 以后公司的技术都外包了 那我们这个技术部 也没什么饭吃了 陈总开玩笑了 盘氏的技术再厉害 我们看上的 不也就是O P1吗 而且和外人合作是暂时的 只有我们的技术部 和产品部合作 那才是成绩 盘氏的O P1确实厉害 不过也难得我们魏总 做产品的 还那么懂技术 能慧眼识珠 对了 上次我去江大听了 盘氏首席专家 杜景祥博士的讲座 发现您夫人也在场 我太太 那场讲座专业性很强啊 没想到魏总夫人 竟然也有兴趣 看来魏总一家 可都是牛人啊 到齐了 来 开会 明明 说说吧 陈总技术部先说吧 前面 前面 魏总跟我说他有个提案 我觉得挺好的 下班了 开溜 累死我了 各位 等一下 一会儿呢 一起去新开的 米其林三星吃饭吧 我请客 包厂我已经订好了 另外 我从国外订的红酒和生蚝 已经空运到机场了 林玥 一会儿打车去取一下 佳怡啊 不好意思啊 我老婆这两天生病住院了 一会儿下班 我还要去陪她 把她一个人扔下 我去吃米其林三星 这样的事情 我说不出口的呀 我今天约了 凡亚科技的徐总吃饭 我太好碰客户的鸽子 不好意思啊 别看我 我还在赶排斥的合同呢 佳怡 我不行 我那个要加班 我那边一脑门子的官司 我还没梳理呢 你这么隆重请大家吃饭 怎么不早点告诉我们呀 你没啥事吧 好 那个 我可以去啊 就是那家篮鸡里吧 听说招牌是港式烧鹅 这 我老早就要去了 要不去 既然大家都没空 那今天就算了吧 聚餐的是 当我没说过 你 小玩儿 好 进来 卫总 您找我 生日快乐 您怎么知道是我生日啊 你简历上写着呢呀 打算怎么过 我刚回国也没什么朋友 父母最近也都在国外 本来乡亲同事们一起吃个饭 就当庆祝了 结果他们都没时间 那生日可不能自己一个人过 昨天你的上司 我请你吃顿饭 好像是过了点啊 但是买个甜品 祝福一下 应该还可以 走 好 生日蛋糕 好像是小了点 聊剩余无 你别嫌弃啊 怎么会 这也太可爱了吧 没有蜡烛吗 跟他代替 许个愿吧 这都行啊 生日快乐 谢谢 回看到这小蛋糕 我就想起了 那个时候我在海外工作 那几年 好像也是一家 这么大的便利店吧 那蛋糕比例还小 特别地凄凉 那个时候一个人在海外工作 也没有朋友 工作久了 越来越觉得孤独 人也不能想 你越想 越觉得自己特别地凄惨 突然那天我太太 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我在想终于 今天有人要祝我生日快乐 接了电话我们俩聊了好久 结果 他根本就没想起来 当天是我的生日 这也太惨了吧 挂了电话之后 他倒是给我发了一个视频 那是我女儿 刚学会走路的样子 就那个视频 我看了一百多遍 这是我在这个世界上 收到的最好的生日旅 是 魏总 你一定很爱你的老婆 和孩子吧 在国外工作的时候 义务还不是很熟练 那些老外 也不是所有人 都那么绅士 那要才起你来 往死里踩 根本不留情面 我要不是天天想着 我老婆和孩子 我估计我都要抑郁症了 好在 有他们两个人 做我的精神支柱 我就觉得那日子 很快就熬过去了 今天是我生日 被你强三了一嘴狗粮 忍到吗 你还是单身啊 回国之前 把男友变成了前男友 他是我爸一个朋友家的孩子 典型的富二代 当然 跟我们家比还是差了一点 他除了天天跟个哈巴狗似的 在我面前花式讨好之外 简直一无所长 其实我知道 他看中的不是我 而是我爸手头的那点资源 我最瞧不起这种人了 所以我就果断把他踹了 不过从小到大 我身边的男人 基本都是这个德系 怪就怪我有个有钱有势的老爹 我觉得你这是典型的 巴尔赛啊 有吗 我说的都是真的呀 魏总 我是真的很羡慕你和你老婆 一起努力 一起奋斗 白手起家 就算是吃了很多苦 日后回想起来 也都是甜的吧 你也没什么好羡慕 你一定会找到一个 爱你的 值得你为他付出的男人 嗯 吃吧 这是我 过得最有意义的一个生日 那得拍张照纪念一下 我 时间不早了 我得赶紧回去 果果可能马上就要睡觉了 我就不送你了 我刚才给你叫了车 喂 你好 对 我就在这路口等你 好的 你一会儿到了打个双闪 哎 哎 谢谢啊 一会儿你到家了 记得给我回个信息啊 嗯 好 哎 到了 那你敬礙点 果果睡了 哇 今天回来这么早 今天应手简单 工作学书地提前回来呗 我听说 同志们在江大厅浅 做的时候碰见你了 是啊 家里面 这么多事 你还有时间去听讲座啊 我打算重新把专业捡起来了 咱们之前不是说好了吗 那果果大一点 我就重新回去上班 那这件事情我得劝你慎重 首先我不反对你出去工作 我是怕你太辛苦 在外面受了打击 心里面会失落 我不怕打击 也不怕失落 相反 重新开始学习之后 我更有成就感 那你的意思是 你之前在家里照顾我跟果果 就没有成就感了 要以家庭为重 改正自己的位置 那我的位置是什么 我的位置 就是每天坐在这里等你回家 然后照顾你的意识住行吗 果为这个家已经付出的够多了 卫明的太太 果果的妈妈 现在我想要做自己了 你没有结婚的时候 你可以做自己 但当你进入到了家庭 这意味着 你必须承担起家庭的责任 和履行你作为太太 作为母亲的义务 我特别能理解你 一个人在家久了 闷了 可以去健健身 约约闺蜜 一起喝喝下午茶 但是你要重返职场这件事情 投入太大 性价比太低 你要追求自我价值 就不顾及到家人的感受吗 果果前两天差点走丢 没忘吧 那你为了做自己 就牺牲掉家人 这不叫追求自我价值 这叫自私 从我结婚的那一天起 我就被要求做一个无私的人 我现在还就想自私一次 家里的事情会处理好 但是专业 好不容易嫌弃了一点 我不会再放弃第二次 现实的巴掌比我苦火泼心 会更有说服力 这是我经历的最简单的生日 但我会记得一辈子 很荣幸成为你记忆中的一部分 哎呀 进来 魏总 您看一下 我们刚上线的那个知识付费平台 目标是为了打造一个 用户愿意停留和交互的 高质量生态体系 为什么要增加用户激励机制 这样下去产品会越来越重 内存需求过大 还会造成用户负担 你刚接触这个互联网行业 可能还不太了解 就咱们这个产品 目前正处于成长期 需要解决新用户的留存问题 目前我们就要用这种新的激励方式 来刺激用户 从而提升他们的活跃度和年薪 那激励机制 有不同类别 我们如何判断应该选择哪种 这个事情啊 你就想 请进 贵总 嘉一 你先坐 什么事 排斥的合同我拟好了 需要您过目一下 你放那儿吧 正好 江喜是我们产品部的老前辈了 业务相当熟练 你有什么不懂的问题 可以直接问他 麻烦了啊 可设置群内激励 成就达成 粉丝积累 活跃榜上榜等活动 你说说 对于奖励机制 你觉得是二选一 还是组合设置 既然没心思专心听讲 就别装着情绪浩问了 我也没有这个功夫 跟你在这儿爱费口舌 我知道你们都不喜欢我 所以呢 为什么 这还用问吗 你看看 坐在外面的那些人 他们哪一个 是平白不顾地坐在这里 有的是靠真本事 有的是靠小松明 但归根结底 大家都是各凭本事 只有你 靠的是投胎 我是大股东的女儿没错 但凭我的履历 尽方舟绰绰有余 那还不是因为 有你爸给你撑腰 那还不是因为 只有你 我是大股东的女儿没错 就你这得罪人的个性 就算进了方舟 早就被人弄死了 你知道我们职场上 最讨厌哪种人吗 就是你这种 拿着免死金牌 各种离职气势 赶不走还得哄着的姑奶奶 对不起你 躲着你还不行吗 当然了 你已经比我们也好太多了 你跟我们比 已经赢在了起跑线上 但是看人嘛 这是一门技术活 要是一不小心看走眼了 你父母给你的那点红利 还得倒贴进去 那可就亏大了 你스터 还有把他 ő瑞雅grav 不知道 174日 你现在呢 健身房 健身好 保持身材 比你听那些互联网讲座 有意义多了 有什么事吗 周末你把果果送到外婆家吧 我们公司CFO威姐的生日 我出差在外地回不去 你替我参加一下 生日会 我不想去 一群人吃吃喝喝的 主要是大家拉近一些情感 你就当公司团建了 那我就更不感兴趣了 这不是你感不感兴趣的问题 威姐的生日 向来都是公司高层 带着家属去的 那多少人挤破脑袋都进不去 你要不去 就是我不给人家面子 说来说去 我就是你的面子人 这也不是面子的问题 主要是有一些消息 都是从这些私人聚会上 透露出来的 威姐的生日会 那就是我们方舟的核心权层 我们快升职了嘛 所以人家才邀请的 辛苦你了 你好好表现 别给我丢人 恭喜啊 威姐的生日会 可不是谁去列列就能去的 看来这次盘石的合作 真的让卫明在方舟的人脉 提升了不少 知道你不情愿 但现在不是关键的时刻吗 你总不能 现在就跟卫明撕破脸吧 你刚才也说了 威姐的生日会 方舟的高层圈子 不是谁都能挤得进去的 我想要重返职场 没准这就是一个最好的机会 所以啊 我不仅要去 我还得大大方方的去 给各位大佬们留个好印象 也许以后 都是我的人脉全面 你这觉悟很高嘛 这还是我认识的林霜吗 我这不还是被逼出来的吗 不过 这种场合我第一次参加 人生地不熟的 估计踩雷掉坑 应该是避免不了了 其实 你也不用太紧张的 这些大佬 说是参加聚会 其实就是人情 图个热闹 你看见他们 跟他们打个招呼 他们是不会为难你的 不过你说的那些未知的坑 我倒是可以帮你测一测 在方舟 大大小小的总裁 副总裁 高管 加起来 怎么也有三四十号人 你别想着 一次性地就把他们认却 不过关键的几个 你还是要知道一下的 李悦 方舟移动互联网事业群总裁 是个关系活动分子 在公司地位不一般 这是陈志 陈志和他老婆 陈志是方舟技术总监 技术部和产品部 向来是死对头 威姐是方舟的CFO 属于方舟的元老级人物 在座的大部分人 都要看他的脸色 你看看 去年拍卖会我遇到过衣服 可惜当时没能拿下 听说啊 他尝一尝对别人的作品 进行再创作 然后数上自己的名字 就这么个有争议的艺术家 追捧他的藏家 大把大把的 你看这幅 钱泽有作零五年收藏的 我记得当时 拍卖价就要 四百八十万美元了吧 咱们威姐呀 真是有实力 有眼光 来 进卫姐吧 卫姐 你一场再叫 明天进去 卫明太太吧 这卫总没告诉你时间吗 你来晚了 我们都在这儿聊了好一会儿了 不好意思啊 地方不熟 都绕了几圈 确实是来晚了 大家都到齐了吗 今天的计划呢 是晚饭之前运动运动 不过不勉强大家 我自己先去换件衣服啊 走吧 老婆 上次给你介绍那 英国斯诺克私教 你后面去上课了吗 上了两三节课 累得人家眼睛都花了 好 什么情况 不就是吃饭吗 哪来的活动环节啊 冰来降岛 水来土掩 不怕他们 办个小时候的 魏太太 你怎么没换打球的衣服啊 第一次来 没准备 斯诺克这个东西啊 对季晓妖球是很高的 第一次都是上不了手的 是的呀 我们也是跟着 魏姐练了好久的 魏太太 你准备不准备都是一样的 你呢 就站在旁边看看就好了 规则很复杂的 你一时半会儿也弄不清楚 还是不准备一样的 好 Normal 在这儿 这个黑店里的 和你最后一通过不准备的 那一切 爱你 不知道 这时我会做的 你不可不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么难的斯洛克 怕是奥沙利文来了 也要为难三分的 老公 输给威姐 咱不丢人啊 下一个谁来 卫太太 两分试一下 卫太太 两分试一下 卫太太这件衣服怕是不合适吧 要不然就算了吧 卫总 卫总 怎么才来啊 我来给卫总太太送衣服的 卫太太 卫总让我提醒你 出门别那么粗心 少带一件衣服都不知道 好 给 知道了 谢谢啊 卫太太 现在有衣服了 要不要跟卫姐打一局啊 好啊 请啦 请不吝点赞讯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